水草灯要开几个小时,有朋友问水草灯能否24小时开着,有没有什么危害? 东归先生简单回复下,水草灯要开多长时间,主要看水草种类。 阴性水草对光照需求不强,阳性水草则相反,因此阴性水草开灯时间不需要很长。 如果每天能有1-3小时阳光照射,不需要水草灯,见不到阳光。 如果光线明亮,也是不需水草灯的。 阴性水草不喜欢强光,特别是长时间强光。 光照过强,光照时间过长,晶夜发红,甚至因此死亡。 因此,对于阴性水草,水草灯一天开3-6小时就差不多,开灯时间不建议超过8小时。 而阳性水草则相反,对光照需求强。 光照弱时生长不良,甚至死亡,光照时间也不能过短,否则同样生长不好。 对于阳性水草,每天开灯时间,建议6-12小时,但也不建议再久了,不超过12小时为宜。 水草也需要休息,光照时间长,则光合作用时间长,呼吸作用就微弱,同样也不利于水草生长。 那么,如果24小时开灯,会不会有危害呢? 首先,对于虾而言,应该没有太大影响,虽然他们也需要休息,但开着灯并没有大影响。 对于水草,虽然有人说24小时开灯,可能会死亡,但东归先生之前经常一两周24小时开水草灯, 并没有发现水草死亡现象,相反水草经常曝钢,因此对水草也没有太大危害。 虽然24小时开灯,对于虾和水草都没有大危害,但东归先生强烈不建议24小时开灯。 这不仅是因为光照时间太长,不利于水草生长,更重要的是,连续几天24小时开灯以后, 会大面积爆枣,绿枣大爆发,鱼缸四壁,里面的石头,甚至水草叶片上,全都是各种枣,很难清除。 开灯时间长就等于爆枣,因此不建议24小时开灯,晴枣容易送枣难。 阴性水草开灯时间不建议超过6小时,阳性水草开灯时间不建议超过12小时,24小时开灯则强烈不建议。 东归先生制作,谢谢观看。